二十二楼的舞美们 欢迎安迪的扮演者刘涛 欢迎樊胜美的扮演者蒋欣 举萧萧的扮演者王子文 还有关锯二的扮演者乔欣 欢迎大家 欢迎欢迎涛姐 欢迎欢迎欢迎各位 还有我们的男人 哎呀这个一出来 我发现整个演播厅 炸了 谢谢 就发现二十二楼 怎么住了这么多人 是 我也爱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所有亲爱的粉丝们 我相信你们喜爱的 二十二楼的舞美们 他们一定感受到了 我们先请大家 往舞台中央一步一点 欢迎欢迎订二里 我是饰演安迪 欢迎刘涛 好 来 蒋欣 大家好 我是蒋欣 在欢乐松二当中饰演樊胜美 欢迎蒋欣 欢迎蒋欣 子文 大家好 我是王子文 在欢乐松二饰演许晓鑫 欢迎子文 来 乔欣 大家好 我是乔欣 在欢乐松二中饰演冠军儿 我们先欢迎二十二楼的四美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那个可爱的小蚯蚓 盈盈怎么没有来 小蚯蚓 因为她的咖啡店实在太忙了 而且她又是个非常好的员工 所以老板就是不让她走 原来在第二步中 我们小蚯蚓真的好忙啊 不仅忙着在咖啡店 还有她也忙着谈恋爱呢 估计 对 她的恋爱那真是精彩了 好 等一下我们好好跟大家分享 到底有多精彩 好 我们也让他们用自己 剧中的这个角色的方式啊 一句话特别简单的 来跟大家推荐一下 马上在浙江卫视播出的 这部《欢乐颂2》好不好 用各自角色的方式来推荐一下 哇哦 因为各自角色的方式来推荐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想要感受女人的气质 一定要看《欢乐颂》 哇哦 必须要哇哦一声 气质款 气质款 来 蒋溪 来 蒋溪 我们有品 我们有料 你 值得拥有 又要炸啊 来 蒋溪 蒋溪 想看许晓晓哥打招的爱情故事吗 那就一定要看《欢乐颂2》 精彩在后面 好 小心 想要看我们纯粹的友情吗 一定要收看《欢乐颂2》 哎 你们怎么这么冷静 好 来吧 好 来吧 好 来吧